当然去找医师 找心理师之前 这段时间不知道会拖多久 他不知道会压力沉多久 其实只有身边的朋友 但是我们做朋友的可能 我们并不专业 但是当我们觉得 我们身边的朋友怪怪的 怪怪的时候 那所以身为忧郁症患者 身边的陪伴者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问一下佩颖老师 你开始感觉你的朋友怪怪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真的太多微笑忧郁 所以我猜 微笑忧郁 对 我猜杨琪姐 她可能以前就是 那杨琪姐来一个忧郁的微笑 不是 她是大叔 她以前都很 我跟你讲 谁最会 等一下 你现在好了没 我可不可以跟你开玩笑 可以 开玩笑 因为消杂不完美 我跟你讲 谁最会 我突然想到了 昭蓉哥 昭蓉哥最会 因为他永远都是这样 你永远看不出来 她到底是想不完小 娘到头都是这样 有 来 陈老师 所以我会说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杨琪姐应该是 因为就是心中有太阳 所以她常表现出 很太阳的样子 可是微笑忧郁 有一个让人很担心的地方是 她大部分时间 都会表现得非常阳光 可是她偶尔 如果只要透露一点点 怪怪的讯息 就是我好累 或我其实什么工作 有点想推掉 这一种有一点点 不像她的状态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就不要想太多 那个其实我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警讯了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总是很乐观的情况下 她在喊泪 通常是严重的泪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忽略 你就一定要听到 这个东西之后 立刻帮她挡掉一些东西 因为像我刚刚听 杨琪姐的故事是 我会觉得杨琪姐 需要释放这种 阳光的能量之外 其实可能不太 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 跟不太喜欢让别人失望 所以她会接很多 然后以至于在一个 有点情绪过劳的状态里头 情绪过劳 对 情绪过劳 其实是真的太多太多的压力 然后又有很多情绪劳动 因为可能她已经很累 可是又要装得很阳光 这就会情绪劳动很高 对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时候 就是赶快把她拖出去 赶快带她出去玩 打开一个 感觉好一点 对 好好去照顾她的身心 这其实就是一个 最大最大的帮忙 当然我们说另外一个 她可能就是已经有 明显的犹豫状况 那明显犹豫状况的时候 最忌讳的其实就是 一直去催促她 一直跟她说 催促她 就跟她说 你就是应该要赶快去找工作 你就是应该要赶快振作起来 你就是不要想太多的 这一种催促的行为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压力三大的 原因在于 我们一般都会说 你条件那么好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女哥都那么可怜 你有什么好不快乐的 你那么漂亮 原来她这样的 就是因为你这样 没有 那个时间 不是独林哥害人 因为那个时间 我们没有按照那样 对 这种看似正向的关心 其实是超级大压力 对 因为你称赞她的东西 就是无法抵消她内心的痛苦 所以他们内心真正痛苦的东西 你愿不愿意停下来去理解她 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 她外在光鲜亮丽 或者她很多条件好的地方 能力好的地方 却没有去正视 她内心真正的难受 或她内心真正就是 心如刀割的部分是什么 那如果你愿意跟她谈 她也愿意跟你谈 那真的是太完美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她其实想谈 但她谈不出来 其实真的可以陪着她 去找专业的人 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我说很忌讳的是 不断地去称赞她 或者是用你自己以为的方式 鼓励她 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理解她跟陪伴她 这样子的方式 才比较能够支持她 好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 是要智慧 我觉得的确是要智慧 我觉得为什么 我们很难做到的原因是 我们大部分人 都不喜欢身旁的人 情绪是低落的状态 所以你其实会用很多的力量 去激发对方 对 可是其实当一个人 真的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也许真的需要的是 你在旁边就理解她 然后陪着她 然后或者是等着看她 需要些什么东西 或者你就是默默在旁边照顾她 然后让她在那个过程当中 一边觉得可以很安全地休息 然后一边真的 她也在同时有人陪伴手 她其实是在消耗她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相信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推办 陪着不说话 一起追追剧 也可以 一起不说话 吃个饭 都很好 对 也不用说 哎呀 你 就是啊 闲的 我跟你讲 闲大了 真的 其实你知道我们刚才 不用 没事 我为什么 你 我们都不要讲话 现在一起看电视 字也不用用笔的啦 其实我们刚刚讲 就要倾听 陪伴 带动 倾听 陪伴 带动 包括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说能睡 能吃 能笑 还有一件事情叫动 为什么 运动 或是走路 走出去山边 海边去逛街 它可以增加多巴胺 血腥素 心升上去腱素 脑内飞 好处多多 真的 又可以帮助睡眠 又可以改善心情 动 很重要 转移一下注意力 不要全部在 想着自己都不愉快 所以晒太阳好热啊 蚊子咬好痒啊 这也是一个活在当下嘛 不然你全都在那个 忧郁的里面 这个当下 痒的时候就很当下 哎呦 哪里拉底 其实真的陪他的 某一种程度的意识转移 我觉得也会蛮有帮助的 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例子 也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很多时候 可能家里一个年轻人 他有忧郁的状态的时候 在我们心理智商的观点 有时候他的忧郁 有可能是整个家庭气氛的 戴罪羔羊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他们家庭互动关系 早就生病了 然后这个孩子因为很敏感 或因为很在意家里的人 信不信服 所以他每天都是压力三大 他可能很想去帮忙 这个在吵架的父母 叫他们不要吵架 或很想要很努力的 可能带父母出去玩 可是父母关系总是没有办法好 或者他的妈妈本身 可能就是 就是长期的忧郁症患者 可是妈妈因为又跟女儿很要好 所以常常一天到晚都念女儿说 你怎么都这么想不开呢 可是女儿后来就是来就医了 有来看诊 然后也进行了心理智商之后 结果好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其实女儿身上有非常多的 相处上的创伤 那相处上的创伤是 她的妈妈可能真的在相处里头 跟爸爸一个吵架一个不高兴 可能就到厨房去拿起利器 就真的准备就是要威胁大家 或者开车出去开开开 突然一言不合 就没有要踩煞车 就油门一直吹 就她妈妈其实好几次 做像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重新去定义说 到底在这个家里头真正的病人是什么 真正要治疗的人是谁 对 所以就会重新去转换说 也许这个年轻的孩子 他反而不是最严重的 但其实都是需要进行治疗的一个过程 那谁可以发现这种状况 所以你知道来就医的那一个人 或开始去喊 去求助的那一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希望 所以其实我对杨琪姐 刚刚在讲的那个状况 他开始哭了 他开始愿意示弱 因为我觉得他大部分是阳光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随意示弱的 但愿意承认心中的那个脆弱的感觉 其实就是奇迹